哈哈哈哈哈哈 他的表情 那個女的怎樣喔 哈哈哈哈 哦哦 哈喽 大家好,我是 Whitew Metal 我是 Kenneth 我是 Myelo 我們是三健康 今天呢 我们要看这个 好像很搞笑这样子的啦 其实就是在我的那个动态突然间出现 不知道为什么 出现了这个腾哥的老师 唱一些你想象不到的一些歌 我就看到他还有唱王思琳的爱你 就是他是一个影片来的 然后我就看到他又有唱五梅子江 那我们也知道说去年的时候呢 五梅子江是非常火的 李永浩是有个非常的火的 然后好像大家都很会唱这样子 好像很特别这样子 所以我就很有兴趣哦 我就去找原来他是在我们的歌第五季里面的一段表演 天下之后你好像看过的是吗 我看过 你看过啦 我没有看过 敬请期待大家 OK 我没有看过 天啊 虽然我可以想象这个老师会怎么样唱啦 我已经想象着了 只是我想看真正的时候会是怎样的 OK 那我们差不多说 Let's go 天呐 天呐 他叫Name 还是Name 哦有女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露水旁成亮 他是一个环境里面的 这是金子涵 OK 我又不认识这个哦 嗯 不认识不认识 不认识 我感期待 还不知道对方 茫选 茫选 我也很期待 哈哈哈哈哈哈 看他準備 我已經很想削了 我已經很想削了 你淺淺的微笑就像無名字中 很可愛 你淺淺的微笑就像無名字中 我喝味道 是甜甜的愛情給你 壞的怎麼確定 因為你每個害羞的反應 你淺淺的微笑就像 他的表情 那個女的怎樣喔 陰風吹過你的頭髮 我好喜歡 幸福的甜蜜感 用幸福成感成一些收藏 和找一張 和喜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天啊 太可愛了吧 太炸了 這反差很大 哈哈哈哈 薄肉啤酒糖的溫柔 在幾個春秋 我為你一口 非常反差 哈哈哈哈 我剛說而已 你淺淺的微笑就像 無名字中 我唱了那嘴角 唇膏 我可悔到 是甜甜的愛情 愛的怎麼確定 因為你每個害羞的反應 你淺淺的微笑就像 無名字家 陰風吹過你的頭髮 我好喜歡 厚厚的甜蜜感 用幸福成感成一些收藏 和找一張 和喜愛 厚厚的甜蜜感 用幸福成感成一些收藏 和找一張 和喜愛 和喜愛 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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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實話 我覺得 威樂效果是有的 100分 威樂效果 尤其是 他們兩個的反差 很大 耶孫對唱 这个是 真的啦 声音上是爷孙对唱 我觉得因为那个 金子涵 他先唱的时候 就是他自己 的一个风格 然后腾哥老师进来的时候 就腾哥老师风格很强 然后他们选这首歌哦 我就觉得有点乖啦 一点就已经很客气了 我觉得有的 效果是有的 那他们过后有组队吗 我只是看歌吧 不懂有没有组队啦 不是跟那个 嘎达梅林的那个男生吗 那天我不是看 因为过后的几季他们一直在 会换的嘛 不用紧啦 我觉得有点乖啦 你讲娱乐效果的话我觉得看得很开心啦 你讲我会不会 看多一次还好啦 我想听腾哥老师 一个人唱完整首 这样我觉得就更有效果 这样子啦 奇怪耶 那个女的又唱很认真 金子涵又唱很认真 然后这个老师完全很在自己的世界 然后两个好像没有要跟对方合体的感觉 就自己唱自己的哦 这样子咯 我觉得那个女的有被吓到一下 这个声音这样 然后就接下去唱的感觉 我上次在听的时候 然后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嗯是来搞笑的是不是 特地要这样子的是不是 可是我又觉得哎呀给腾哥老师唱哦 如果那个女的合唱者 是一个可能比较有资历 或者年龄比较大的女歌手的话 我觉得就不会这样突兀啊 就好像有两个老人家在很甜蜜的感觉 我觉得她还是可以成立的 只是现在这个女生太年轻了 她的声音太年轻了 所以两个人合起来哦 就像我讲的 很像野孙对唱的感觉 这样 嗯有没有这个作用呢 我觉得那个效果是不出来啦 可是有没有效果呢 哈哈哈哈的效果呢 是非常有的啦 我觉得就 就娱乐效果很强的 这样子咯 嗯 这个金子涵是我们第一次听啦 首先她的声音先出来 我觉得还蛮好听的 很甜美啦 她的声音很好听 可是腾哥老师的风格太强烈了 腾哥老师的声音一出 我几乎是忘掉了 不是忘掉了 就没有再注意金子涵的演唱了 因为从头到尾 她也没有太多的发挥 两个人也没有说去和对方 就是流藏宝咯 或者唱同样的Key 只是一个高八度一个低八度 然后这样子来完成这首歌 可是虽然我全程一直在笑 我笑是因为腾哥老师的风格 来演唱这首《乌梅子将》 我觉得冲突感很大 可是其实我的整个过程 我的脑海里面竟然挠不了一个故事 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 我看到的我的故事是 有点悲伤的 可能她的太太去世了 或者是老人痴呆症了 然后腾哥老师就唱为这首《乌梅子将》 给她的老婆年轻的时候 她们的时候 然后那个女的 因为她们两个又站得很远 又看不到对方 那个女的就是她老婆年轻的时候 我的脑海里竟然是脑补了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出来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 这样子咯 果然是搞戏剧的 果然是职业兵 对对对 职业兵到啊 大家喜欢她的故事的话 就点赞啦 单独刷起来 是 喜欢她的故事的话 是不是很有那个感觉 有点悲伤 可是又有点甜蜜 就是一个老人家唱给她 我讲野孙 你就讲到她老人痴呆 唱回给她老婆 没有 她老婆老人痴呆 她唱给她老婆听 让她回忆起她们年轻的时候 甜蜜的那个过程 其实是看我们怎么脑补吧 没有啦 果然是职业兵 可是我很喜欢 我没有想到 腾哥老师的演唱风格 唱这首歌 竟然是这样子的效果 我还蛮喜欢的 你可以想象她唱爱你吗 嗯嗯 想象不到 对啊 这样咯 我不懂这么好 我们去年没有做这些reaction 我觉得很特别 如果大家喜欢 我下一个就做这个 老师唱爱你咯 我要看她跳舞可以吗 还有什么可爱的歌 我记得那个影片还有几首的 大家可以再推荐 我们可以再找来看 ok 那我们今天reaction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没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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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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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